繼新台灣人戴維斯之後 中華男藍下一位規劃洋將 遲遲沒有答案 方言亞洲各國幾乎是基本配備 寶島也得加緊腳步提升競爭力 而蒲淵簽下的新洋將 Quincy Miller 練習賽交手中華隊首度亮相 也讓總教練Charlie Parker 能夠近距離觀察這位規劃人選 他還沒玩過一年 所以我認為 在一年後 他的表演很不錯 他確實成為一個超級外面打擊 我認為三個、二個 他真的能夠成功 對抗上來說 他很長、很瘋狂 我認為他能夠成功 他真的能夠成功 27歲的Miller 208公分 臂展約223公分 在2013到15年征戰過NBA 多元的進攻方式被譽為小KD 近幾年則是在歐洲聯盟闖蕩 來到台灣談起國內球風 熱情的表示超級喜歡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風格 我們很喜歡這個風格 我們很享受球 沒有人很瘋狂 我們很忍耐 我們很忍耐 我們很積耐 我們很積耐 這就是我整個活動的 這就是我整個活動的 我希望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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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在台灣國內球隊 看到的不同 來台短短一個多禮拜 已經交到好兄弟 也說寶島美食很對味 我現在來到這裡很漂亮 我認為這是我第一次 最愛的地方 在世界各方面的地方 我認為食物很棒 我和比利展示我 比利展示我 比利展示我去吃飯 他是我的男人 我們還要嘗嘴的豆腐 各方面都還在調適的 Quincy Miller 會不會是下一位Q 還未可知 畢竟能融入中華隊的打法 最重要 但是對於寶島的一切 都竖起大拇指的他 配合度肯定是加分不少 YF新聞 採訪報導